妖母娘看女婿有没有 她是医学院的 放屁都香 那我就说 我说妈妈 我跟你讲 如果国家有一个 最佳有毅力家 我一定第一个提名你 她说真的吗 她说为什么 我说有一件事情 你说了二十年还在说 真的很有毅力 其实我跟你讲 耶稣如果长那么帅 只要他把大家叫来 做一个动作 五千人受洗都没问题 什么动作 我要信耶稣 大家一起来念 和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 第六章第三节 大声地念 大声地念 预备 请 我们勿要认识耶和华 竭力追求认识他 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 向甘雨 向滋润 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要认识耶和华 认识神 其实这个认识这两个字 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 希伯来文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文字跟语文 它呢其实很简单 但是它背后的含义 非常的浓厚 所以非常的浓厚 所以在这个原文的 认识这两个字 其实不只是我们 看到字面上的认识 还包括察觉 包括观察 包括区分辨别 还有呢 从经验当中去领悟它 去认识 思索 熟识 并且还要用知识 用智慧 所以你看这个 短短的两个字 在它原文里面 是这么浓 这么丰富的意义 神说我们不只要认识它 我们还要竭力地追求 认识它 把这个意义套进去 就是说 你如果要认识上帝 就像我们今天来聚会 如果我们要认识上帝 其实不是只是知道而已 是需要去察觉 去看 去辨认 然后每一次读 又有每一次新的想法 然后呢 去透过一些知识 去区分 去思索 去认识上帝 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认识上帝 都需要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我们讲回来 好不好让我们去 跟我们周围的家人 丈夫 妻子 男朋友 女朋友 或者是同事 同学 当我们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其实 我们也需要带着这样子的 很丰富的层次 去认识 我们周围的人 阿妹吗 所以你不要好像三言两语 就觉得你好像很懂 其他的人 其实好多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懂 但我们没有真的认识 沟通是什么呢 今天因为我们 整个这个季节 你们的教会在讲到治理 其实治理的本身 你们的路加福音里面 就说王跟那个 这个仆人对话的过程当中 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治理 其实治理最根本的 skill 最根本的技巧 就是沟通 如果没有沟通 我们根本不要谈治理了 老实说 如果我们去上班 你就会知道 这个整个主管 没有任何的沟通 也不需要谈治理 沟通是什么呢 沟通是与他人 分享资讯和心情的过程 透过语言或非语言 来分享 而且沟通很重要 是要让对方可以明白 你要表达的东西 同时间呢 这个双向的过程当中 你要听得懂 他也要明白 所以简单来说 沟通就包括说 听 还有很重要 就是要明白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要知道 我们以为我们讲了 我们以为我们说了 我们以为呢 我们就把我们想讲的表达了 我们想说的说了 但是 可是我告诉你 其实没有真的沟通 因为说还要听 而且听呢 还要明白 沟通学家告诉我们说 其实呢 整个沟通里面呢 百分之五十五的沟通呢 是非语言的行为 更细一点呢 就是包括那些肢体语言 声调 声量 大小声 这些占了所有的九十三 所以真正那些内容 我跟你讲 只有七百分之五 你的眼神 你的肢体 你那个诚恳的态度 你有没有想要听的那个样子 其实才是沟通的全部 大部分 你讲什么的那个内容 其实老实说 没有太关键 我刚刚听我们有这个 来自马来西亚的朋友 在线上听 过去这几年 如果没有疫情 我们都 一年会去一两次马来西亚 去分享 那也感谢马来西亚的 弟兄姐妹很热情 从东马 西马 南马 北马 全部都是 就一轮 然后让我可以这样子去分享 那 这个 我无意要冒犯 但是 马来西亚的朋友 非常的热情 因为呢 他们就觉得 我们在台湾生活 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当我们去讲完道 他们都会带我们去 吃他们觉得最好吃的东西 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 爱马来西亚的食物 除了一个 就是榴莲 那 那个是没办法 就是真没办法 就是 那个 你懂的 对不对 他就是 那 他可是呢 但是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 那你如果现在 在看这个直播 如果你很爱榴莲 你也可以关掉 不要再看 没关系 我怕你听不下去 那你不要按那个导站 好不好 按这个 OK 那 有些东西就是你爱 有的东西就不爱 你这个都是逼不来的 可是因为他们好像 我不知道马来西亚的朋友 他们可能 在学校学的时候呢 有一本手册 那本手册呢 是 我去到哪里 他们都讲一模一样的话 我觉得很 很不可思议 就是每一次呢 结束后 就是要带我去吃榴莲 那因为他们就觉得 那个是很好吃 然后我就说不 好 谢谢 好 其他的都可以 就榴莲不行 好 那他们那个手册呢 就感觉 南马 北马 七马 东马 全部都会讲这一句 你听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他说 子军牧师 你不爱榴莲 是因为你们在台湾 没有吃过好吃的榴莲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我就是每一个教会 都讲一模一样 我就觉得他们是不是有 好像有串通 好 那他就说 你们在台湾很可怜 吃的都不是最好吃的 所以呢 我们要带你去吃最好吃的 马来西亚 OK 好 我开始有点紧张了 请你们原谅我 因为我还没有讲出最冒犯的话 拭目以待 就他们就说 你一定没有吃过最好吃的 我们这边有什么三大王 还是猫什么 什么 对 就那个你懂的 他就说 我们这里呢 有这个东西是最好吃的 所以他们因为 你知道他那个热情 到了一个地步 所以一定要带你去产地 你懂吗 产地就是跟山一样高的 那个榴莲 所以呢 他就说 那个是最新鲜的 好 那我就说 不管它新鲜不新鲜 我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好 好 然后 可是你知道我们这些做讲员的 我们就是 也是 就是去嘛 对不对 就是要去吃 所以我就去了 好 那真的一下子就是 哇 那个真的 没办法形容 就是不像扑鼻而来 好 然后呢 他们就很有爱 很有爱 就是说 牧师 你吃一口吗 我就说 真的不 好 刚刚很饱 好 那但是我就是生的 就是感觉没有饱的样子 就是很 那所以他就说 来你吃一口 那我就说 不 谢谢 然后你知道他们 第二句 手册里面 每一个教会都会讲的 他就说 牧师 榴莲这个东西很奇妙 吃一次 不会喜欢 吃十次 就会爱上他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法 就是 好 然后他们还会跟你讲说 冰过得更好吃 好 那 我知道你们爱 但是因为我不爱 那个我就是没办法 好 那可是你知道 他们就想要用沟通 有吗 就是沟通 就是一定要说服你 榴莲有多好吃 但是我跟你们讲 心里话 好 心里话 来了 来了 大便吃十次也不会好吃 我向马来西亚的朋友跪下 就是你真的没办法 就是 可是你知道 很多人的沟通 是这样子的 就是他一定要告诉你 然后把他觉得最好的告诉你 但是有的时候 沟通不是只是说嘛 阿妹嘛 包括听 而且你要明白嘛 而且反而 听一定要比说得多 不然上帝 为什么要给你两个耳朵 只有给你一个嘴巴 是吧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箴言这样子说 箴言十八章 他说 未曾听完先回答的 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在跟人相处 很多主管就觉得 为什么的员工都听不懂 我这么爱他们 他们怎么不懂 好 我这样子呢 他们为什么他们都不懂 其实不是懂不懂的问题 常常是出现在 我们有没有愿意听 而且我们听 有没有明白的问题 好 所以我给你列出来 当两个人沟通的时候 其实会出现 六种不同的讯息 好 那沟通学家讲说 我们一句话进来之后 他其实是透过 我们的一个处理器 那个处理器 就是我们的认知系统 那个认知系统很奇妙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这个认知系统会把人家的话 像data一样进来输入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解读的系统 所以我们出来的那个东西 就跟进来的那个data 是不太一样 所以有六个 在沟通里面会出现的 第一个呢 就是你真正要说的话 是什么 就是你真正想要说的 那第二个呢 讯息是什么呢 是你实际说出来 那这个不太一样 对不对 就你真正想要说的 跟你实际说的就不一样 这个姐妹 通常都这样 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猜不透 那你今天要吃什么呢 随便 那我们选了一个就说 你不懂我吗 那我们真的有不懂 因为你说随便 我们就觉得随便 所以你真的要说的 跟你实际说的 其实是天离地有多高 有没有 那个就离多远 第三个 那对方听到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你说了以后 然后对方听了又是一回事 对方也有一个认知的系统 所以对方认为自己听到的 又是另外一个 所以你看 一句话 从你讲出口的时候 其实跟你原来的意思 已经不一样了 但你这样子转转 弄到现在 你还要期待人家听到了 跟你原本的是一样的 那个真的就是要神机才有可能 还有 对方对你说出来的东西 也会产生他自己的解读 那更惨了 因为他有他的一套信念 所以你的表达的里面 当你的眼神闪烁的时候 他就开始解读 你是不是在骗我 那就是他的解读的问题 然后最后呢 你认为对方说的话的解读 这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真正想要说的话是这一句 我很孤单 你可以陪我吗 真正想说的可能是这一句话 可是 往往我们说出来绝对不是这一句 往往我们说出来的是 你今天会回来吃饭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通常爸妈都是这样 爸妈关心了孩子不得了 觉得 我今天就好想打给孩子 想要他回来吃饭 所以我今天就好不容易 方言祷告半小时才打给孩子 因为很怕被孩子骂 所以就打给孩子 然后我们很心期待 孩子可以回来吃饭陪陪我们 但一接电话就说你在哪里 那孩子听到这句话 他要怎么解读呢 是不是 所以所有我们讲出来的话 就跟我们心里想不然 好 然后呢 后来对方听到的是 你到底要不要回来吃饭 就又变了 因为又加上那个 没有除了字面上以外的情绪 跟非语言的行为 还有你的口气 有没有 有的时候 你要不要回来吃饭 有没有 这个是上扬 有没有 有的人天生就是那个身带很长 就想着话很 你要不要回来吃饭 所以你看人家一听到 本来你要不要回来吃饭 愉悦的 你要不要回来吃饭 都要打起来了 有没有 好 然后呢 对方认为 自己听到的就是 我想要知道你今晚的行程 好了 从小到大 你掌控我 言语霸凌我 我都几岁了 你还要问我 今天的行程 父主的名 捆绑你心中的壮士 对 因为我们就是 从小到小 心愁就恨 小剧场 全部都是累积起来 所以你知道你听到一句话 已经没有那么单纯 然后自我的解读就是 我要掌控你的一举一动 我才放心 最后变到什么呢 最后变到 你其实一点都不在乎 那你想想看 好端端的一个讯息 好端端的带着爱 但是中间不知道 这个世界的神 怎么样弄瞎了我们的眼 然后让我们呢 彼此的关系 能够到一个地步 什么地步呢 就是我讲这句话 你最后会导臣 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有没有发现 仇敌魔鬼的伎俩 是可恶的 是卑劣的 最小从家庭 婚姻 感情 再来去学校 同事 同学 一直到我们社会国家的政策 都在这种沟通上面呢 可以取不到对方的心 今天晚上 我们祷告主 神能够在这场聚会里面 圣经说 开通我们的眼睛和耳朵 让我们真实地 求祂用祂的 祂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我要宣告 连我们里面的那个解读系统 都要得意志 拍手把荣耀鬼给主好不好 我今天想要用 马太福音第七章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个几个重点 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 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 第七章 一到五节 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一起来 一起来背 来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 你们 你自己眼中有凉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你们知道 我的背景是学心理学跟资商的 老实说这个经文 所讲到的凉目 在心理学家 有一个词 是可以解释的 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意思就是说 什么叫做 确认偏误呢 就是我们常常 它的定义是什么呢 它的定义是我们常常 个人 选择性的去收集 对自己有利的资讯 然后呢 刻意去忽略 对自己不利或矛盾的资讯 想要佐证我们的行为 这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系统 那不是你故意的 你本来我们就是有一个系统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系统都要降伏在神的面前 被主医治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 从小到大 被所有几千几亿的那种资讯 灌输进来 再加上我刚刚讲的 在家庭里面 所受到那些伤害也好 前男友 前女友 给我们讲的那些话的刺激也好 就是种种的这些东西 造成我们有一个信念 那个信念呢 我们会倾向去收集 对我们个人有利的 然后我们故意不去听 那些跟我们 好像对我们的行为 我们也不觉得 这个是我们的想法 我们就是会忽略它 那就算它再重要 我们也不想听 因为那是我们的系统里面的偏误 久而久之 Confirmation Bias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听不进去相反的意见 也就是说 我们里面的这个梁木 大到一个地步 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会在 在这些 这个所有的讯号里面呢 我们去抓别人的问题 我们去找别人的弱点 我们去收集那些 跟我立场比较像的资讯 刻意去忽略 跟我不一样的资讯 所以到最后 我们就听不进去意见 听不进去别人给我们的想法 这叫做梁木 那心理学把它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我举个例子 确认偏误 其实心理学很多很多讨论 我只讲一个 它有十几二十个 有一个叫做光环效应 光环效应 光环效应就是 会放大事情 就是你看这个人 如果你觉得 它是好的 所以它不管做什么 你就会一直放大 一直放大 一直放大 所以就像月亮的月晕一样 就是一直放大 那个就像光环一样 所以它就算抠鼻孔 就是说好帅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个华人 就会说丈母娘看女婿 有没有 就越看越有趣 因为有一个光环 她是医学院的 放屁都香 有没有 她就好棒 所以我们就会 你懂吗 我们就会 就是这样子要明白 光环效应就是 你已经失去那个判断 就觉得越来越好 那这个光环效应 在我们基督徒当中 非常严重 那我拿这个例子 你知道我们通常 我们通常去祷告里面也好 或者敬拜里面也好 我们想象耶稣的画面 就是你默想的时候 耶稣长什么样子 通常都来自这幅名画 就是这个达文西的最后晚餐 所以我们在我们脑海里面 一默想 当耶稣走进我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长头发 瓜子脸 帅气 一定是瘦的 有没有 这样好 不可能你的耶稣来 是这样 好 很少是这样子 就是这种 帅得不得了 瓜子脸 然后 哇 又金发 那你知道 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 其实我刚刚讲 不是我们的错 是因为我们累积下来 所以我们就觉得 他很荣美 我们很爱他 然后我们就觉得 耶稣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非常的爱他 所以两千年后 你知道 越爱就会放大 所以到后来 我们拍电影 找的耶稣都长这样 对不对 回答我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讲 这没道理 耶稣如果长这么帅 干嘛还要我们 其实我跟你讲 耶稣如果长这么帅 只要他把大家叫来 做一个动作 五千人受洗都没问题 什么动作 上面的朋友 跑都跑下来受洗 我要信耶稣 对不对嘛 回答我 对不对 对不对 以赛尔书说 他无家型美容 这还没有美容吗 对不对 那最准确的一个经文 就是在科西马林园 在科西马林园 记不记得 那个犹大要卖他的时候 到科西马林园 还要让罗马兵丁认出他 是犹大要去清一下 才知道是他 那他就一定长得很菜市场 这样明白吗 对不对 他如果长得这样子 还用嫩吗 他咧 最漂亮的 是不是嘛 是不是 好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有一个法国 这是真的 你不要以为我再开玩笑 有一个退休的法衣 在法国 退休的法衣 你知道法衣就是 把那些撞得烂烂的 然后缝啊缝啊弄啊 然后去找人嘛 所以他有一个专业 就是用3D的 把那个头骨复原 长相的这个技术 那他就 他就觉得 想要研究 到底 当时候在那个 加利利沿岸的人 如果一般人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那耶稣大概就 就长那个样子嘛 所以他就去 找到那个 当时候在加利利沿岸 叫做散米特族 那个人种叫散米特族 他就找到那个人种 然后用他的法衣的专业 真的是专业 他就3D复原 耶稣真正的长相 要不要看 但答应我 耶稣还是要 留在你心中是这一张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我怕有些人 一看下一张 就冷淡退后 以后眼睛一闭起来 就说耶稣你不要来 好 不要来 我很怕 大家有心理准备 好吗 好 这个是用科技的 就把它复原到 当时候加利利沿岸的人 是长这样 就这样子 所以你知道 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 就是在我们心中的 那个光环效应 怎么是我 这个不是应该要PPT吗 我们回到上一张好吗 好 对 我怕有人冷淡退后 所以你知道 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心中 我们最常出现就是这样子 我们喜欢一个东西 我们就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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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讨厌东西 我们就往死里去打它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婆婆 跟媳妇就这样来 好 有一天 那个媳妇 在这个家里面 做牛做马 做了二十年 就那天可能讲电话忙 忘了放 放盐巴 对不对 然后呢 就炒了一盘菜出来 婆婆一尝 没加盐 婆婆就说 好啊 现在是怎么样啊 露出马脚了吧 好 就忍了二十年 现在就不加盐了 好 然后就把所有以前的什么事情 全部都掏出来讲 为什么 因为当你喜欢一个人会放大 你不喜欢一个人也会放大 所以在我们的心中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梁木呢 就整个 有没有 就是好像 那个梁木大到一个地步 我们真的看不见 真实的现象 所以呢 当我们跟 跟我们的家人相处也好 跟我们的 这些弟兄姐妹相处也好 我们常常是带着 梁木 在看待别人的问题 他的 他的问题可能像字一样的小 但对我们来讲 我们一定要放大到一个地步 今天有三件事情 我想要跟大家谈沟通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绝不可能知道 事实的全部 除非我们经历过 阿们吗 第四节 你自己眼中有梁木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经文的意思里面非常的简单 那个刺呢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那个那个 卫生块上面的那个木屑嘛 就小到这种 就是常常如果 随便那个缩胶带 还会刺到的 那么小的刺哦 那梁木当然不用说了 就是大树干嘛 那经文在讲什么 经文在讲 你跟 你刺刺到你眼睛 跟大树干捅进去 是在哈喽吗 本来就不一样嘛 是不是 你没有经历过 你为什么在那边说三道四呢 好像一副很懂哦 觉得什么你都可以讲哦 好像我 这个啦 年轻人我都经历过 这以前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哦 这个 我们常常沟通 全部都是带着我们这个 我们眼中的那个大树干 然后我们还要想说 要去了解他被刺 木屑屑 这个刺到 犹太拉比说 在你没有经历他人的环境 跟遭遇前 你千万不要论断 你根本不知道他 他 他 他经历什么 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生长在 双亲都 都健在的家庭当中 你不要亲眼的 用三言两语 就说那些 单亲家庭的孩子 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 你为什么不能够健康 你根本不知道他经历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 当小组长或牧者的 礼拜六啊 分别为圣啊 来聚会啊 不要一直去打工啊 这么爱钱 OK 我不是在说分别为圣这件事 我现在是在谈 你跟他说 不要打工那么爱钱 这句话 是因为 你不知道他 他在经历什么 为什么 一到五还有一个正职的 六日还要打工 我如果没有那么缺钱 谁不想 好好的分别为圣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经历过 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 用我们的舌头 就是好像自以为 我们了解 我们知道 我们以老卖老 我们经验过 然后呢 把所有他的那些人生 好像你自己很懂一样的去 去说别人 我们生命里面 其实最需要的 就是 当每个弟兄姐妹来找我们 谈他软弱的时候 或者是他谈生命当中那些经历的时候 我最希望 我这个做牧者的 不是告诉他说怎么做 我常常第一句话 是跟我的弟兄 或者我的姐妹 他谈到他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我第一句话都会告诉他说 谢谢你 勇敢地来找我谈你的问题 如果我是你 我不一定有这样的勇气 把这些事说出来 沟通是什么 沟通是 在你还没有经历到 别人经历的那些过程 你不要说三道四 不要自以为懂 阿们 第四节 你眼中有梁木 怎能能对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智能 你想想看 刚刚我讲的那画面 就是你的眼睛 被一个大树干捅进去的时候 你还想要去帮 那个你看到那个对方 眼睛里面有一个小的木屑的人 所以接下来这张PPT 你一定要记起来 就是有梁木的人 永远不能看到真实的全貌 因为你不只不会正确地 帮你的弟兄除掉刺 你还会弄痛别人的眼睛 对吧 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大树干 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你还想要去挑他的刺 可能你还没有走到树干 都戳到他 第五节 他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取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吧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再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第五节在讲什么 第二个重要沟通的真理就是 我们重点从来都不是看见刺 重点是有智慧地去除掉刺 应该是这样吧 解决问题才是最厉害的 不是说问题吧 可是很多的人呢 就只会说 批评刺啦 发现刺啦 讲出刺在哪里啦 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 左边 打开打开眼睛 不要怕 不要怕 就在那里 你会说 那你会拿吗 对吧 你就在那边讲讲讲 讲得好像很厉害 但是很多的时候 重点就不是讲嘛 不然如果重点都是会讲 我们就选那个 每天晚上九点在电视上 讲得来当总统就好 讲都不是重点 你念念念到后来 我告诉你 没有拿掉字就没有嘛 对吧 有些父母跟我说 子居牧师 你真的 我的儿子只有听你的 你讲的话他才会听 我每一天 二十年来都叫他整理房间 他都不整理 你好不好 也帮我说说他 或者是你讲一篇道 叫说如何整理房间 这样子他们都会跪着 到台前来说 我愿意整理房间 你知道有些妈妈就是 真的是 那我就说 我说妈妈 我跟你讲 如果国家有一个 最佳有毅力奖 我一定第一个提名你 他说真的吗 他说为什么 我说有一件事情 你说了二十年 还在说真的很有毅力 应该是吧 你二十年都还在说 然后他都不改变 你也不想想 是不是你说有问题 可是我们就觉得 一直要讲一直要讲 往实力讲 一直要他改 一直要他改 真正重点都不是讲 发现刺 看见刺 批评刺 跟刺 对立 生气 怎么有这个刺 刺坏坏 打打 你看到经文 那些最会讲 最会批评 最会说别人有问题 最会分析的 统一称为 假冒为善 我们讲再多 什么我为你好啊 告诉你 那都没有办法 真正的去掉字 难怪 约翰一书三章 告诉我们 小子们啊 你们的相爱可不可以不要只是在言语跟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 这个世代已经非常厌烦只会讲不会做的人 如果我们的沟通还要往这条路上走 真的是没有救 救神帮助我们 特别是基督徒 让我们再跟这个世代也好 跟我们周围的亲人也好 或者是父亲跟孩子 孩子跟父母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们真的 你也不要说都是父母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想想 我们有没有愿意好好的去沟通 你知道我的书就在写这个两代的问题 其实那是我在我的教会分享一整年的信息 有一次分享完 我有一个孩子就流着泪跟我说 牧师谢谢你今天的信息很感动我 我决定要回去跟爸妈讲话 哇 我很感动 我说怎么了吗 他就说我很生气我爸爸 每次都是这样子 但我就跟他冷战 可是你的信息鼓励我 我要回去跟他讲话 我就非常的感动 我还带他祷告 然后下个礼拜又是一样气扑扑地回来 我想说怎么了 那他就说牧师 没有讲还好 一讲我们又吵起来 我现在又不想跟他讲话 他就是固执 我就说等一下等一下 来你好好跟我讲说 你怎么跟爸爸讲的 他就说我回家 我听完你讲道 我就说爸我们来聊聊 然后爸爸也就是好像 这个完全摸不到头绪 就坐在客厅 然后他第一句还把我抖出来 他说我今天听完 我牧师讲完信息 我很感动 我今天要跟你掏心掏肺地来沟通 爸爸就说好你说 他就说爸 你再活也没有几年了 你不要这么固执 要改变 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查验何为神善良 存却歌喜悦 我的妈呀 你以为你在跟人家掏心掏肺 你也不想想他不吃那一张 是不是这样嘛 是不是嘛 你不要好像 回去我最要讲我要讲 千万不要 真的 而且讲之前不要讲到我的名字 解经小王子叫做 Campbell Morgan 这个是我们解经学的 其中一个专家 他这样说 他说 没有一件事比怀有批评的灵 更不尽钱 没有一件事比专挑刺的伪善 更不像基督 梁木一旦出去 我们才能像基督那样 柔和谦卑 慢慢地去 将刺取掉 帮助我们的弟兄 恢复清晰的势力 阿们 我们要除去刺 你知道 耶稣很有智慧 他用眼睛的刺 表示这是我们身体当中 最敏感的地方 你不要说刺了 你那个睫毛内擦都不舒服 对不对 所以当你里面有东西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是粗鲁的去 过来 眼睛张开 来啦 我跟讲人家会怕的 而且你要去掉刺 其实那个技术是要有的 你不能就说 还有工具 工具还要消毒 而且你去掉刺 你要弄开人家眼睛 要怎么样你知道吗 你要过来说 来来来 好 张开张开 没关系 对对对对 不要怕 不要怕不要怕 对对张开 看到了看到了 有有有有 没有多好 你明白吗 其实你要沟通 要很多这种撞声词的 你以为你要拨人家眼睛 人家眼睛要给你开啊 是吧 你就一定要这样子 还要学一些这种 这种 有没有安慰嘛 好 很棒 眼睛怎么这么大 感谢主啊 就是要要这样子 好像慢慢的 你总要练习吧 你的工具总要有吧 出鲁的就想要这样子帮人家 你要想想人家 要不要你帮呢 是吧 所以关键都是要把刺除掉 这才是关键 哄一哄 好 安抚安抚 学着怎么样 好像 先说一些他喜欢听的话 对不对 然后呢 让他可以 不要 安全感 好 然后呢 还愿意 好 跟你配合 好 然后呢 最后呢 你也不要粗鲁 对不对 不要 这个 一下子就下去 好 然后还慢慢的 也不要怕 好像 不要坏了关系 有没有 好 我们基督都不是这样子 过来 睁开眼睛 封耶稣的名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不只没有挑到刺 我们还弄痛别人 然后关系还破坏 对吧 所以 重点都不是看见刺 批评 批评刺 说刺 有多多 这些 都不是 是要能够 好像 让他可以 挑出来 恢复事例 阿妹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好不好 最后一件事情 我们讲完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足够的资格 可以审判 可以审判他人 经文在第三节 为什么 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想 你自己眼中 也有凉目 问题是什么 就是 我们只看到别人 生命当中的 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 我们不只没资格 其实我们 也有问题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 看不见自己 生命当中 有缺失的人 根本没有办法 有资格 批评别人的缺失 尤其是每次 我们想要挑 别人错误的时候 我们应该想想 我们比其他人 更需要 主的怜悯和赦免 我们从幕会经验里面 可以看到 越是污秽的人 越容易看见 别人的污秽 其实越圣洁的人 越用爱遮掩 许多的罪 老实说 一个人眼中 被一个树干戳到 一个人眼中 被刺到 举个例子 如果我被树干戳到 光光哥被一个骨棒 戳进去 我一直在 我在拿他的骨棒 他来把我的树干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这个动作 你知道这个 这个好笑在于 神天天在天上 就这样子笑我们 你到底有什么 你到底在想什么 你为什么一直要 拿人家的眼睛的东西 你的眼睛为什么 你难道不痛吗 我们不是不痛 我们只是把自己的问题 掩盖起来 当我们在说 别人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曾经 或者是时常 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说神啊 求你怜悯我 使恩典 用你的脸光照我 帮助我 我才是最需要 除掉赐 或凉目的罪人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需要你用你的灵 来把我里面的那个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我的那个系统 我的信念体系 重新的洗净干净 重新的reset 就是好像让神的那个 天国的价值在我里面 而不是我以前所累积的那些 仇恨 或者是批评 论断 伤害 成为我的那个信念的价值 主啊我把我所有的这些 扭曲过的信念 都带到你的十字架面前 其实我比任何人 都需要你的怜悯跟帮助 阿们 我们的圈子里面呢 出现了许许多多 很会讲别人的人 我想在教会里面 我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系统 就会训练出很会讲的人 但我们祷告主 从我们这一代开始 让我们的系统 可以训练出一群 很会活出基督的人 让我们所有的那些沟通 不是只是在言语而已 而是能够真正的 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 谦卑柔和 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这个黑暗又扭曲的世界 看到生命的光 因为它就是光 阿们 我只会讲这个故事 我们就结束 邱清泰博士是一个婚姻的专家 过去许多年 在华人的这个婚姻家庭的 这个 这整个领域里面 帮助很多华人的教会 他写了一个故事分享 他说 他有一次到 另外一个国家去 有办几天的美满婚姻的讲座 那因为去到外地 所以在那个国家 那个城市就有 他以前的好朋友 接待他们 所以就没有住在旅馆 就住在朋友的家里面 那 有好几天的这个讲座嘛 所以 那一天结束之后 他就回到这个朋友的家里面 跟他们一起用 用晚餐 因为那天晚上要住在那边 他用晚餐的时候 他就发现 这个家的气氛有点怪怪的 就是孩子呢 跟父母都没有互动 那那个孩子呢 就是 你就可以感觉到 里面 很有情绪 所以其实 饭都没有吃完 他大概 餐盘一放了 他就回房间 所以孩子一走了之后 这个婚姻专家呢 他们就问 就说 怎么了 那当然就 就讲啊 青少年啊 就爱玩电脑啊 然后 就这样子 然后 邱博士夫妇呢 就跟这一对 接待他的家庭 跟他们分享说 我们也走过这个路 所以呢 有没有可能 好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先转向 去跟孩子 说话 甚至 道歉也可以 那因为华人的 这种传统的包袱 所以那个 接待他们的那个朋友 那个先生就 就突然间就 印起来就说 哪有老子跟孩子 道歉了 就一下就回绝了 这件事 那邱博士也不想要 冒犯他们 就简单结束 那一个晚上 就去休息 隔天早上起来 好 那 他们一起吃早餐 当然孩子也没有下来 吃早餐的当中呢 邱博士就说 我一直为这个夫妇来祷告 我们夫妻就一直为这个夫妇 在祷告 祷告 神就好像开始动了一些工作 就让他们又聊到孩子 但他们一聊到孩子的事情的时候 女主人跟邱师母呢 邱师母就死个眼色 就把女主人先带走 就剩下两个先生在man's talk 那剩下两个先生在man's talk 聊聊聊到后来 居然这个男主人 就说 好了 那到底要跟他说什么呢 好 那邱博士就告诉他 就说 你就跟孩子这样讲 怎么样怎么样讲 然后 跟他道个歉 恢复关系 所以他们就 神就开始动工 所以他们就从楼下 餐桌呢 就往孩子的房间走 往孩子的房间走 先经过的是主卧室 没想到这两个太太 在主卧室 一直流泪地为先生祷告 所以邱博士就知道 刚刚会这么地顺利 他的心会柔软 是因为有人在为他祷告 所以就进到那个孩子的房间 果不其然敲门 然后打开门 孩子就是在玩电脑 然后这个爸爸呢 然后这个爸爸呢 就坐到这个床旁边 也就电脑的旁边一个位置 那你也知道一个爸爸的形象 要叫他讲那些话 确实有一些别扭 但是邱博士呢 也在旁边陪他 然后呢 默默地为他祷告 然后你听哦 这个爸爸呢 隔了 隔了大概一世纪 那么久的安静 出来就开始 就开始说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孩子 你是我的长子 我怎能不爱你呢 但是我的爸爸 过去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 又不跟孩子亲近的父亲 其实我小的时候 一直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没有人教我怎么做爸爸 所以我会变成今天 我这个样子 我想要跟你道歉 你可以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开始 你知道邱博士 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 他说孩子听前两句的时候 手还在玩电脑 第三句开始 充满了疑惑 传过去看他的爸爸一眼 接下来 父子两个痛哭失声地抱在一起 那一天 因着 把自己里面的那些 那些很坚固的 过去可能是伤害也好 或者是那些 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 但那一天 邱博士说 他感觉是有一个坚固的高墙倒下来 他说 他相信是两个妈妈在旁边的祷告 再加上一个愿意相扶自己的父亲 今天晚上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 我祷告主 我们里面本来就有一个 坚固又不可动摇的信念 在我们里面 那个 那也不能怪我们 是因为这么多年 我们 我们所接受到的 或者我们所累积的 这就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思维 或思考模式 不管怎么沟通 不管人家讲什么 甚至你读完十本二十本 这种沟通心理学的说 有一些坚固的东西是打不破的 就像你不爱留恋 是没办法爱上的一样 对吧 就有些东西是打不破 但我真的相信 今天晚上在这里 有一个比我们思想 比我们的这些银垒 更大的力量 那就是叫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灵 正运行在这个会场中 有什么高墙不能倒下呢 有什么隔阂不能和好 有什么破碎不能被医治呢 如果神要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如果我们看不到未来 如果我们在活人之地 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早就丧胆 可能在我们前头 是许多的问题 跟山一样高的隔阂 但因着 有人先愿意降服 让我们的生命 降服在上帝里面 让祂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从心的来扭转 我们的那个价值体系 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思维 被仇敌说 所蹂躏过或者是扭曲过的 一个沟通的模式 记得吗 我们刚刚有六种 这个被扭曲过 今天晚上 奉耶稣基督的民间的 高阳的宝雪 都要完全地 恢复原厂设定 相信的派手把荣耀归给吃好不好